好了,2017年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我想先不好意思 在上個星期大家以為有直播的情況下 甩了一個星期 其實是這樣的,我有點解釋 因為小弟突然間不知為何2017年 突然間看了醫生 還有個人去調整 哇,身體很不舒服 當然也會繼續看球 但真的很辛苦 所以這一集 再加一點時間給大家 當然我們一邊講下去 今天繼續有Marcus 有肥蘇 新一年當然我們還是要講英超 英超,海快車,還有近期英超 當然這個星期中杯 還有聯賽杯四強 還有這個星期一場雙紅會 等等都跟大家講一下 英超,海快車 阿仙奴吧 阿仙奴滿不滿意 總結快車 總結快車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 最後一場是有些下次 但畢竟叫做阿仙奴 從任何年來第一次落後三球之下 都將一番三比三 當然有很多人 對於基奧特的慶祝 就是有些批判的 其實他的慶祝我也不管他 但我反而要問 因為我那場球都看完 究竟其實頭六十分鐘都會打什麼 對,頭六十分鐘好像在睡覺 我就不明白 尤其上半場 當然對手 因為其實大家都明白到 即是當你熟知英超 或者你去到知道 班尼茅夫的踢法 你明知道他是這樣來的 他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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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位置空到可以用來打羽毛球 是啊,沒錯 就是完全空到空洞派 接著下卡也是不必要的 雖然那個球球 有人說是五十五十 但是你這次多餘給球證 有思考的空間去判你十二碼 再加上在班尼茅夫主場的情況之下 其實也是無話可惜的 其實有小次李物浦那場球 不過今次的結果不同 阿仙奴追上來就三比三 而你普通就三比四輸了 即是你製造空間那十幾分鐘 被人不斷 哇,來啊,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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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衝到你亂了 那我就不明白阿仙奴 即是你說之前兩場 對西布朗好,對水英公好 有些運好 或者其實應該贏的 那場球尤其是對水英公會贏的 那場球 不過對西布朗真的牙煙一點 都是靠基奥特而已 但是你說這場球 如果你開快車來的三場球 是打最難打 也是最打最差的 阿仙奴 不過因為班尼茅夫呢 他的強項 同時也是他的弱項 就是因為他永遠都是攻 沒錯 他不適守的 所以到了三比一 三比二的時候 你看到他也不會特意 他不適守好勝局 當然 法蘭斯斯的紅牌也很關鍵 令到 班尼茅夫真的連反擊之力 都沒有了 但是 都欣賞班尼茅夫的 就是 其實3比3 即是基奥特追和之後 其實班尼茅夫 沒想到一分算 都收貨 班尼茅夫呢 是繼續攻 還有一球 阿仙奴呢 其實在最後94分鐘 進去禁區 幸好獅子 封一封一封一塊 不然呢 班尼茅夫再 多做一顆4比3 真的不知道到時候 阿仙奴的球迷 會有什麼反應 即是這麼辛苦 追到3比3 但總括來說 聖誕快車 拿7分 拿7分 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 對於我來說 都滿意的 再加上 那場足重杯 也都是有驚無險 又是很搞笑 上半場打得極差 普雷斯頓 其實進一球已經算少了 其實有一兩下的機會 如果能打得更好 有機會是2比0的 沒錯 雲家下半場 不知道在說什麼 看到一出來 整隊球就完全不同了 就看到 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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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絲已經進了一球 即是藍絲也很久沒有進球 終於今場進了幾個 爭氣的藍絲 那 又是 又是基奧特 又是基奧特 繼對西布朗 繼對這個班尼茅夫 還有這場普雷斯頓 三場波都是最尾的幾分鐘 幫球隊要麼就執犯一分 要麼就 要麼就 要麼就贏了幾個絕殺 要麼就三分的絕殺 所以看到 基奧特這排 是不是應該拿了二十幾萬磅 正手很熱 跟八場正選 進了十個波 剛剛也收到消息 因為原本之前就說 基奧特有些不是太開心 但是跟雲家談完之後 似乎又正常翻了 還有剛剛阿仙奴官網也正式宣佈了 基奧特 高斯爾 以及高基 連三個法國兵 就率先續了一場約 應該是OK的 那山齊士和奧斯爾 不知道看到這個之後 會不會 不是 奧斯爾已經開了口 奧斯爾就說 我也挺想留 大哥 你看到自己最近的狀態 你不留嗎? 你想想 山齊士去到哪裡 有人叫你聖日門 就說想簽人了 現在聖日門 有很多這些隊伍 出得起錢 你現在最慘的是奧斯爾 奧斯爾 奧斯爾就最虧出 就是 他拘捕了一陣子之後 他突然間那個體能下降得很厲害 就是比較飄忽 然後這陣子又說病了 又感冒 又等等 有些記者問 奧斯爾對普雷斯頓 那場播會不會出 奧斯爾說 蛤? 我不知道 整個星期沒見過他 是啊 他感冒又等等 所以就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兩個選擇 你兩個不想續約 就想續約 我覺得現在緊張一點 那個叫奧斯爾 相反 皇帝女不優格 那個叫山齊亞基 奧斯爾也說了 就是 魂家 留不留在這裏 他的未來 都原來挺取決的 那些人 可能有些球迷都會覺得 喂 魂家 有股寒有神 搞到那些球星全部 不想留到 但是現在我們暫時事實看到的事情就是 似乎在奧斯爾說 喂 魂家是當年我來的一帶因素 當年是皇馬轉頭過來 那現在我要搞清楚 魂家 未來是怎樣 我才決定 重不續約 那 這件事情 亦都令人聯想 究竟 魂家的未來 和奧斯爾的未來 是不是會掛勾呢 那 如果平心而論 魂家從來都不是一個壞人 那 有很多球員 起他揮下 也打得挺好 那甚至 他肯重用你的時候 他就相信你了 那 所以有很多球員 我相信 都是 因為這件事情 拜他 算了 找少一點也好 其實 其實機靠特沒有壞 即是機靠特 既然你在球隊找到他的位置 那麼 你的命是這樣的 即是你下打正選 未必 突然間算你一輪 後備出來OK 突然間 你看看連續四場 你算了 對四英功那一場 他也是先進球的 那你變成 即是他近期是OK 那就OK 那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要求他 巴利斯奴達 以前這樣長長進 那你不可能的 就是你不可以當他是亨利 是的 他是亨利 那不是那樣的 好 那就講講另外一些球隊 講一下利物浦 也是兩勝一和 不是,利物浦 我覺得 就是我之前 什麼球都說 都罵過一次 其實這個英招快速 是有點不公的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回頭六隊 即是 列強呢 其實 休息最少就是曼城 和利物浦 他第三場的距離 是兩天都不夠 即是43個小時 43個多小時 大哥 48小時都不夠 阿仙奴也罵了 但是阿仙奴罵得來 哎,那有兩隊 有些比我們更差 是的 大哥,車路士就沒有話說 車路士就沒有話說 4天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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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話說 馬遜比熱智 所以其實這次 老實說 利物浦 如果你問利物浦 球迷我 或者你問我 如果作為利物浦 我覺得都滿意的 還有那場是新特蘭 其實是踢得不差的 當然新特蘭 其實主場都說過了 即是,莫耶斯經過季初一輪 叫做摸索 或者是 看看哪些球員應該適合 其實最近都摸到一個形狀出來的 亦都 即是 新特蘭呢 這場球雖然是兩個十二馬 但其實 表現都打得不失禮的 起碼肯 跟利物浦去對攻 即是在中立球迷角度來講 這場球是好看的 亦都當然 鄧利物浦是有點不值 因為 其實再領先去2比1之後 因為文美突然間手痕 不就是文美突然間手痕 還有有時候 你阿普現在就是很細節的 即是你如果留意到 你這幾場球 你好像昨晚那場的 聯賽杯四個人第一回合 其實開段開打挺好的 OK的 一邊按著 還要按著三人來打 但就是一個漏踢 即是你阿普現在的後防線 很多時候就是一次半次 那些很致命的錯誤 那麼文妮入2比1 我想著 那時候已經搞定 吃碗麵了 那十多分鐘就守住 但是就是 在十二分鐘之後 就是他弄回一個手球 其實他對手出來做什麼 我就不明白 那所以阿普永遠的變數 也都 即每支球隊都有他的好處 也都不好處 阿普的變數就是在這裏 這球突然間就發瘋了 後防線也好 突然間這些 文妮也好 那似乎就是 失了1分 即是失了2分 失了1分 就打倒了一些 阿普的氣勢 然後之後 兩場杯賽呢 都是贏不了的 包括就是 捉總盃 對著 普利茅庫 當然那場波招 你看一下正選名單 就知道 雖然 對主場對著一隊 低組別的球隊 即是贏是英分的 但是 你看一下 普利茅庫 那個陣容 其實超過一半 都是用U21的球 他說 好處是盧卡斯 這裏 扯高一點點 對 如果不然就成了U21 除了奧力治 安利簡 以及盧卡斯 之外 還有摩蘭奴 這四個叫做一隊的球員 再加上門像卡利奧斯 如果有六個 譬如澳祖 Woodburn 跟著 史超活 史超活 之前都見過了 澳祖和史超活 都打過不少比賽 對 但是你說打閘的阿洛 之前都沒見過 高美斯 高美斯也有機會上過陣 好 Andry hello 另外有些熟人 你也進來 唱歌等等 全部都在這裏 那我就這樣看 因為那一場 不足夠杯 始終高普必定要留力 也知道接連有 兩場 一場就聯場杯四強 聯場杯四強 我覺得他也有保留 我覺得球員也有保留 其實 昨天我看 昨天我深夜看 你感覺到那些球員 不是去到很盡 是踢著 踢著 第一 明知道有第二回合 上主場 第二 因為 這個禮拜的場 雙鴻匯 我覺得某程度上 其利浦球員 是有點留 就是留著 因為明知道 其實很老實說 第三場之和身突然 其實或多或少 跟體能有關 真的老實說 那變了 我相信 加上 當然最好的消息 就是古天爐復出 古天爐復出 也剛剛起 昨晚聯賽杯的時間 也有後備入體 那場 高寶說得很對 那些人就說 你也不知道 安慰自己 其實不是 那你第一回合 打得這麼厲害 輸零比一 是不是真的算是這樣 對 卡洛斯 我想卡洛斯 昨天是 來了英格蘭之後 打得最好的一場 然後 佩爾說 對手是很滿意的 他覺得 起碼多入兩球 事實上 佩爾後來也說 我們贏一球 我覺得贏得少 對吧 就是 昨天 如果有看一場 你很明顯覺得 第一 收藍頓 踢一踢一踢 越來越踢好 第二 是那個 漏踢之後 輸了之後 完全是 沒有信心 完全是 好像不知如何 浮著浮著 還有高波浩都很生氣 踢得很頑皮 還有因為 收藍頓打得比較放 因為沒有後故事 因為在聯賽中 現在也是中游 非常安全 即是 力有不低 去上游 但是在下 也完全不需要擔心 不會 掉入鋼盤漩渦 相對上 看到收藍頓昨天 增勝層面方面 真的好過利若浦一籌 那利若浦 我覺得 沒什麼 叫做好彩 這場球 輸了少 就輸了少 也就是一次回合 是有機會回去 報仇的 好嗎? 所以這件事情 不是說高普 現在這麼說 你賽後當然這麼說 你唯有 也唯有這麼說 那麼 所以這場球還有一個看點 就是何西方迪 是沒有出的 就說可能這幾天內轉會 申請了離隊 那究竟是不是最早轉利物浦呢? 就不知道 那麼 剛才Anna Keane就說 喂 其實 沒有了阿文妮之後 是差一點 那確實是差一點的 你前面 有阿文妮 這個衝刺能力 這個速度 這個進攻速度 最重要是 所以就是 那些人在想 會不會 利物浦快點 搞一件 之前說普美斯 講大應該都不會 現在講了那麼久都沒有 說沒有 那究竟會不會 真的 叫做一月中到的時候 會搞一件 易鋒回來呢? 有沒有這樣的資金呢? 也都 利物浦球迷 就是我覺得 沒有他們 不會很不滿意的 當然 但是如果有呢 就當然是一個 bonus 那至於 再看看利物浦這個星期 對著對手曼聯 就相信是 英超近排 最順的球隊 九連勝 當然還不順嗎? 對 連同後勝那場 2比0 其實都已經連贏了九場球 包括聖誕檔期 是三戰全勝的 是 也是少有的球隊 可以做到三戰全勝的成績 當然他們三戰全勝 也有點瑕疵 尤其是那場 對韋詩咸那場 真是 對 天欣又當主角 這條契弟 簡直是瘋的 我也是在北坡都說 有一集是罵他的 根本是離譜的 對修咸頓那場 亂吹 接著那場 那場球 明明是 韋詩咸 廢何利 廢何利 無緣無故地打球 給了紅牌 你是不是瘋了 那場球 韋詩咸踢得不差 老實講 真的踢得不差 沒錯 那場球 韋詩咸 在還沒踢少一個之前 真的踢得不錯 就算你說 踢少一個之後 是不是真的踢得這麼差 也不是 當然 萬聯 我也說了 伊巴謙、莫浴 這類有質素 再加上 其實 米希達恩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陣子上來了 因為現在開始上來了 也看到調動的彈性多了很多 你見到米希達恩和馬達 現在是輪流發揮的 剛剛那場聯賽盃 馬達又剩下一個 所以相信對於摩連奴來說 是一個好事 現在開始感覺上 是在摩連奴抓到 球員的心理 或者是用哪些人 還有如果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都是掉造就清除了 例如舒拉達年也提到 11篭 迪比也不在他的計劃裏面 除非沒有隊伍接收他 他就唯有繼續留在那裡 小豬之前不頂不掉 現在的摩連奴也正式宣佈了 小豬是萬聯球隊裡面 可以用的一個球員 他也沒有說謊 之前那場捉重杯 所以在處理跟球員的一些調動 或者是跟他們的關係上處理得好了 見到在球場上的表現也都好了 尤其是馬迪爾禁止這幾場球 尤其是之前對米道治保那場開始 其實真的挺好很多 另外就是Rashford 拉斯福達 因為伊巴爾始終都年紀大了 這兩場比賽,而且剛剛那場聯賽盃之前就生病了 就找拉斯福達打回箭頭位置 我覺得他的發揮也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現在曼聯在中前場面的彈性當然最重要 其實隊長朗尼這陣子也真的好一點 正如剛才有個網友說 他說朗尼比較好一點 我想朗尼的腳頭比較輕一點 沒有之前那麼重 還有一向我都說朗尼現在打的10號位 其實是不差的 見到他有時候兩邊分球 或者是後上入攝的能力都還在 好像陳立新所說的 普加巴也打得好 好像剛剛那場聯賽盃四強 其實他沒有入球 但其實他打得不錯 中場發揮的能力很強 也是應該應有的水準 所以前場現在正如 好像剛才阿馬達所說的 曼聯有很多沙石 即是貴初哪個留 哪個走 哪些可以哪些不行 好了現在很明確已經清楚了 第一 第二 那些年輕球員 不聽話 扣女子 阿佐那些 現在已經搞定了 即是摩聯套搞定了 因為現在最近訪問 約基回去 他說 咦?我覺得這半年前和半年後的今天 我覺得漫緣的氣氛不同了 即是很多事情不同了 譬如說 工作人員 訓練員 即是 開心了 樂觀了 整個氣氛不同了 隨著成績好 以及穩定 我想大家都是對主帥有信心 老實說 你回到雲高二年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 你只看著他的樣子 你都 愁了 過禮拜 閉著臉 走過來 贏得好像不知怎樣 但是摩聯奴有一件事 摩聯奴 那個人很硬 你說他死 拆萬個也好 他死拆了 那現在確實 慢慢見到真章 其實曼聯 他也開口說到 他說冬季只會賣 不會賣 因為現在的陣容已經夠了 其實他現在的陣容是夠的 如果你馬迪爾拉殊福達 是生性打得好的 加上伊巴 有朗尼 馬達 麥希達恩 是吧 還有普甲巴等等 佛里拉 還有 那個老的打得最好的 就是卡維卡 那你還想求什麼? 有卡維卡就不會輸 是啊 你還求什麼? 還有現在的人 還有連費拉尼 也有些翻身的跡象 還要剛剛續約 其實曼聯奴正式宣佈了 再續約多一年 即是廢拉尼 現在就去到2018年 那當然 廢拉尼 早前那場 尤其是 在禁區犯規 12晚 令到很多萬元球迷 都討伐他 但是 隨著表現平穩 剛剛那場聯賽會 還要入球 看到球迷 也開始給他一些掌聲 還有 看到中場 很重要的 就是普甲 尤其是 赫尼拉 卡維卡 這三個球員 選擇兩位 在中場 搭檔 非常重要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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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 進攻方面 好像沒什麼特別 防守方面 你要說他 攔截力 是不是頂了班 也不是 但 只能夠說 尤其是 就有點像當年 幾年前 阿仙奴 隊長 當年阿迪達 高峰時期的時候 他就是在做阿迪達 他是西班牙那類的 控制型中場 就是 他在中場做一個控制 就是一個輸流 就是 手轉攻 攻轉手 就是處理一些沙石位 或者攻守的連接方面 如果真的有欣賞的後迷 就是要看看 其實匈尼拉是處理的 所以這個星期 曼聯對尼日浦第一 一來就是主場的曼聯 沒錯 二來呢 形勢好像跟第一場玩不同 記得嗎? 第一場玩的時候 尼日浦的勢強 劉師傅 曼聯就縮在後面 然後 然後 曼聯盧還在這裡 塞後說0比0 然後說 你看尼日浦 沒有兩腳中籠 然後他們說 喂 你們曼聯 我反而覺得 這場球將會調轉 就是 現在將會調轉 就是 應該曼聯會憑著主場 以及近期九年性的氣勢 會調轉 想禁禮物浦 相反 我就要看看高普 這場球究竟是 防返 還是怎樣打 只是繼續去搶壁 因為如果你這樣跟曼聯打搶壁 其實是不著數的 因為 曼聯現在前場的個人能力 是很強的 那你變成 其實如果單對單 你日浦有部分球員的狀態 尤其是防守方面 不太強的時候 其實是找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你日浦這場球 如果要捉棋 那麼捉 反過來 讓你曼聯尼先 然後 當然了 如果古芷圖出發 那在中場的控制 尤其是由防守轉 反擊那一刻 是最拿手的 我覺得這樣才有機會 但是我經常都說 有很多人說 糟了 現在你日浦 正直萬聯尼 突然九連升 你日浦就三場不勝 但是你日浦就很奇怪 就是 他在這種環境 他才有機會 絕地反擊 那 Andre Lee就說 連搭美安利體育 現在根本 關鍵所謂就是 你整隊球的引擎 那個齒輪都走得這麼順 你有誰可以不順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 除非你那個人 那個人是廢的 那個人完全沒有練球 你日日跟著 這樣練法 這樣操法 這樣 你一定整個氣氛 整個對內氣氛好 你都很難 真的 現在除了車號士之外 其實整個英超 近期的狀態 或者士氣 最好是曼聯 好 那講一下 講完曼聯 講了曼城 曼城 我只能夠用什麼 如理薄兵 就是 好像 偽偽負 偽偽負 沒錯 我自己 這樣看 叫做 一場比一場 就好一點 你看到這陣子 當然 聖誕檔期 買單 三場球 就兩勝一負 就輸了給聯合普 但是 你說輸給聯合普 其實曼城打得很差 我也覺得 一半半 上半場當然 就是聯合普主動一點 但是其實你看到下半場 曼城 都蠻大膽 或者是 形狀 都回來了 也都是 相當之 我覺得是 踢得不錯 雖然最後 就進不了球 那 應該是全身三分 但是 但是之後那場 對班尼 雖然大家都 有些意外 因為阿古路 就放了在後備 但是其實 45分鐘半場 看見不是好對路 都馬上 弄他出來 那他 亦都不負所討 立刻 2比0 當然 基力子1比0 那頭球 是我有生意來 見過基力子 應該射最漂亮的 右腳入球 或者是 右腳射門 對 這些簡直就是 神奈之筆 那當然 班尼 其實那場球 都有些機會 因為曼城 費蘭丁奴 沒有記錯那場球 費蘭丁奴 好像說 八場球 三度被人趕走 對 當然 班尼 及後追回一顆 都有點刺激 因為 多踢一個 班尼 鬥志 都很欣賞 但奈何 班尼在主場 跟作客 真的有分別 班尼主場 基本上所有勝仗 都是來自主場 所以作客 最後力戰而輸1比2 我覺得 對於班尼來說 是一個相當滿意的結果 也對於哥迪奧娜 都算是取回三分 之後那場 就更期待表撞了 當然 也是韋斯閑 軍心 之前定過一輪 但最近又散散地 又不知道 為何無厘頭 打得那麼偉頑 對呀 甚至是這場的敗仗 弄得皮爺剛剛公開 喂,剛剛出了消息 我們剛剛走上來 打算做節目 在地鐵站上來收到對親消息的皮爺 宣佈了不想再幫韋斯林踢步了 要離隊 坊間有傳 反而這宗消息很奇怪 因為不知道是法國的魔律 當想起法國覺得巴黎是經常隱瞞 但現在是說馬賽 馬賽肯用到三千五百萬磅或以上的價錢 將皮爺帶回法國而皮爺 其實也不止之前一次表示過 原來對於法國人來說 踢馬賽也是其中一個夢想 可能是他自己很喜歡馬賽這隊 不得已知這些事情 所以比較奇怪 會不會其他英超大會 甚至是一些列強會對於皮爺有興趣 因為比力剛剛也說了 對於皮爺這番言論 覺得很失望 球隊上下和他自己 給他揭進所有想要的東西 但是似乎他去意而決 但是韋斯咸的主席蘇利雲就說 雖然他想走 但是他不會放的 我想知道 他的事件到2021年 那你是不是想著 將他抗臭到2021年呢 首先你要考慮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他的心 都不在這 他說不想踢了 那你不放他走 又怎樣呢 第二 他29歲了 其實他29歲 他是嚴格上皮爺 就是在 上年崛起 上年崛起 其實是老來嬌 因為我們做足球 就是資訊 或者我們營造過法甲 其實很早就認識他 他那時候 最初就踢 藍特 聖伊天 其實他最久就踢聖伊天 其實他在加盟韋斯咸前 他根本都踢過馬賽 但Marcus那件事 我可以解答給大家聽 其實 大家會說 巴雷射門不是應該最好的嗎 那奧納哥呢等等 巴雷射門其實他的歷史 是很淺的 巴雷射門的其量只有四十幾年 在七十年代 剛剛成立的 所以呢 在那個年代成立 他其實是一種很年輕的球隊 就是歷史抵運來講 嚴格說法甲或是法國足球 他就是一個年輕 最老牌的應該就是馬賽 最老牌一定是馬賽這些 藍石這些 沒錯 而馬賽 就是對於法國人來說的象徵 就是這對球 從來都是一些斑霸球隊 雖然就沒落了 當然有一堆以前那些 什麼尼姆斯 以前曾經都挺好的球隊 全部現在都L了 那些法語法餅 那次摩納哥 其實都是法國的一個很重要的足球力量 但是那個問題 他是摩納哥 即是他本身不是法國的 其實摩納哥是一個島城 是在法國隔離 一個很小的島城 那個島城 你說駕駛車 一個小時內已經兜了整個摩納哥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我去了馬賽 你總之應該去到摩納哥 一個小時內已經兜了整個地方 不過 所有最有錢的法國的有錢人 很多都住在摩納哥 但是這個問題 對於一個球員來說 李昂也是屬於後期才死的 是九十年代才死的 沒錯 李昂和馬賽都去過 是兩回事來的 李昂就比較是中階 中階少少 就是 相對上在那裡住的人 其實都比較是有錢少少 或者是文化氣息多少少 相反 皮爺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皮爺的出生 其實都是來自貧民的球隊 而且他本身其實是出生於草根階層 我去過馬賽 馬賽相對上 就是比較一個叫做 又不可以說 鄉初 沒有了殖民 就是比較窮郡的地區 很多黑人 斯丹都在馬賽成長 治安上來說 其實是沒有那麼好的 沒錯 沒錯 所以現在這個法國足球 當然他心願 可能回馬賽也不定 甚至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聖日門也不定 因為聖日門現在是古華特 拿莊 現在古華特還說 想買一個後備前鋒 說給甲華 卡雲尼也要找一個後備 也要找一個前鋒 究竟是不是他呢 其實剛剛 巴黎聖日耳門 已經正式買了達斯蘭 甚至剛剛那場法國盃 其實也出了後備 他買了兩個人 但是他說不夠 他還要買一個 因為要放人 因為謝斯洛的股師 也說去而而決 這樣就要離開了 所以說回曼城 拉得太遠了 曼城那場球 5比0 踢得很爽 哥迪奧納最近在訪問 也說 他開始明白英格蘭足球 他就說 那些人說他 要用你的方式來改變這個球彈 哥迪奧納說 他來是要英格蘭足球轉變他 而不是他轉變英格蘭足球 他說他一個人 是不可能改變整個英格蘭足球 他說相反 我來到英格蘭 就是為了希望吸收一些新思維 也都 英格蘭足球的踢法 要改變了我的思維 也是我其中一個目標 現在他就說這件事 開始在他腦袋中 這件事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我覺得 始終也是那句 以現在英超的 不同的球隊風格 不同的教練層面 已經是 這幾年一定是世界最頂級的聯賽 再者就是 我經常說那句話叫專手聰明 你怎麼聰明 但是你去到 你過禮拜對著球隊 現在都不同風格 那個聯中聯狀 那個又猜地球 那個又防守很厲害 那個又有很多 不同的踢法 那個就踢手突擊 但是曼城始終要解決那個問題 就是後防問題 史東斯近期 就比較相對 不是鐵打的陣容 唯有你 他現在暫時頂著當 頂著當 都是用著 那幾個年紀開始大的球員 經驗好一點的球員 至於甘斌尼就 坐在後備席 就好像開始 有機會坐在後備席 之前就在漢台見到他幾次了 但是另一個變數 就是究竟 加比爾謝掃斯 這個也是上年 幫巴西 幫巴西拿奧運 也都在爬美拉斯 拿巴甲的射手 究竟他來 可不可以很快 融入這個19歲仔 可不可以融入英超呢 這件事也要看 哥迪奧娜 或者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萬成 不過我自己這樣看 真心 我下半季不是很看過萬成 如果你看這六隊 競爭頭四位也好 其實我覺得萬成 我真的覺得比較 比較危機大 Annie 你好 Bonjour Bonjour 這些人是在法國住的朋友 剛剛我們就說了 說笑法國足球 所以我始終覺得 後防線的變數太大 還有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反而 如果你算表現的平穩 來算 後備門將卡比拿奧 反而很適應英超 反而巴和還是差一點 就是他給別人的信心還是不夠 因為我始終覺得 這些拉丁門將 在英超 是適應有困難的 那阿哥就承認 他說你也要給他時間 那次賽後訪問 很搞笑 我看那段記者訪問片 他說 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因為有一球球 就是球員侵犯了巴和 但是球證就沒有淘汰 就是一比二的候補 其實他覺得有犯規之言 然後 郭奴隆就說 全世界都知道這個是犯規 不過這裡是英格蘭 英格蘭就是沒有犯規 這是世界唯一的 可能不會出淘汰 不過不是 那個美臣 那一場球 那個球證 最典型就是9月10 應該是18日有一場 就是愛華頓對米奴士寶 使得幾點沒有接實 不過阿迪加特撞他的手 他就說他用高照入球 然後反過來 愛華頓就是衝龍門 又沒有事 然後又進了 這個美臣根本也是另一個瘋子 就是 根本 不過那個球 可不可以再看很多次的片段 還有他最終判入 其實他就不是判撞入那一球 他是判 神祖已經進了界 即是阿美爾那球已經進了 但是第二球 不過你再說話說回路 他接著第二球衝門 他也沒有吹 對他沒有吹 這個是確實 這些球證是瘋的 這個美臣 以後呢 你買球 你不要先看球隊 麻煩你 你看看球證先 對 一個瘋恩 一個美臣這些 卡頓寶這幾個 麻煩你確實 我告訴你 真是害死你的 真是瘋了 但我始終覺得 曼城的進攻從來未擔心過 但問題是真的 真的一個防守 始終我覺得這麼多隊 現在最不穩陣是他 說說另外兩支倫敦球隊 說說熱刺 熱刺 熱刺就打老虎 威威 近期的戰績又開始冒升 加上贏了車路士之後 其實都已經 步步進逼 叫做 都已經去到第三位 已經 42分 是啊 即是月刺和曼聯 最近 FIDO漏油 熱刺 其實 這一排 每一場贏球 都是清風送爽的 挺有說服力的 我覺得 打得出來 是挺有統治性 而且 比起季初 有時可能 和球 或者贏一顆 總是覺得他差一點差一點 有一點 不是太足夠 尤其是前面的入球能力 有點不足 但是這一陣子 前面的人 狀態 都是相當不錯的 唯獨 我想就是 讚神 遲遲都還未融入 我覺得這個 賺神 不是正常 不合劇 那場球 又對阿士東 維拉 捉重杯 那隊 那隊 維拉 真是任你如玉了 但是那場球 其實讚神 就是差了 最後就是被人換走了 之後呢 就贏球了 就是贏球了 如果你看 現在問題就是 因為今年的熱刺 其實有些改善的地方 就是以往 當然你說 喂 全部都是靠哈利加尼 但現在他也是射手 入了十球球 但是帶你阿里 也有十球球 但是阿里也入了十球球 你想想 這個才令人害怕 然後再看看 孫興文 今年 孫興文的爆發程度 今年是很高的 其實今年 十三年性 金生二博 沒錯 真的好 如果你看到前場 比如艾力臣 再加上艾力臣 變得挺穩定的等等 現在的問題就是 熱刺一定要保持 就是這一種的態度 以及這一種的威勢 威勢就是 我處處開花 處處有炮 你以前 其實熱刺最大的問題就是 哈利加尼 為什麼不用入球 死了 死了 而且我真的挺欣賞 普世天奴 肯用一些 年輕球員的譬喻 就是說 其實最近 有一個中場局 大家看到的 雲基斯 其實多了 上陣機會 他的表現也是 相當不錯的 我覺得 普世天奴 對於發展 熱刺 這個藍圖 其實是挺有心得的 再加上 季初 斯素高 曾經有一陣子說 喂 你怎麼會沒有心打 然後就等了下去 你除非有狀態 要不是不讓你打 但是 這幾場 又會多了上陣機會 還有斯素高表現出來 積極性 是明顯再比之前好 再加上 中場的組合 就是丹比利 阿里 這兩個 加雲野馬 這兩個組合 這個球員真的是很高 就是 在中場掃球 做一些 垃圾的東西 以此 這群球員 雖然 沒有很大名的球星 尤其是中場線 但是 丹比利加阿里 加雲野馬 這個組合 我覺得是英超 屬於 頭三的一個中場組合 阿里 不是車人炮 阿里 是打得越來越好 尤其是近期的表現 很穩定 再者 就是 保哲天奴的安排 對 車路士的長球 你看到 其實車路士就是抹漏了他 他每次插進去禁區 其實兩球球都是 其實都是抹漏了他 就是 完全是 他的入球能力高之餘 他的插進時間很準 這個球員 你想一下二十歲的那個年輕人 就是 我又回想一下 就是 你說我說 他比二十歲的士高斯 更厲害 利害了很多 你說士高斯後期當然是厲害 或者成熟 斯坦都說他在世界上 當時覺得是最好去中場 但是如果你算是二十歲 你看二十歲 這個年輕人踢球怎麼是二十歲的 唯一不同的 可能士高斯軟射能力就比較強 但是阿里就是 塞進去那一刻 他咳進去那一刻 是很準的 就是他不會 而且不會浪射的 就是他不會 整天浪射浪射 看著他很多場球 對福特那一場就是 嘩 好像沒什麼 一插進去 一插進去那一刻 就來了 唯一就是 叫做無手無腳的動作比較多 就是你看到阿里 基本上 每三 每兩三場球 就吃了一張王牌 就是比較多一些 凶狠一點的攔截 或者是動作 整隊熱刺都是 就是 因為可能壓兵勝五的踢法比較大 你看到他其實每場拿的王牌數目 其實都不少 尤其是 之前大家最深刻的是 上年 季尾的那一場 對車仔發洩 但是 今季 剛剛那一場對車仔 雖然都拿多了王牌 也不少的王牌 但是 相對上 是合理很多 而且真的為了迫搶車路士 跟車路士 跟車路士 車路士的球員 一拿球 馬上去迫 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下 拿王牌 只要你不是茅球 其實我也是OK的 Tiger 正在說 那兩個入球 如果不是有看場球 你以為是重球 就是那個入球 就是 現在你看到寶智天奴 就是 這些球 其實大家也不能夠 否定迪亞這個球員的能力 即是 阿里是shark 但是迪亞中場 其實功用很大 所以 我也是 我也是那句 當有這樣的環境出現的時候 熱刺是最大的危機 即是他的老闆 完全是 認錢不認人的 老爸都沒有情講的 巴爾又賣 摩特利又賣 誰都賣 喂大哥 如果你想真的熱刺好的 你想建立個王朝 麻煩你 迪亞、阿里、加利簡利 那些真的不要賣 即是如果你 這麼難得的 英格蘭的骨幹 尤其是這幾個球員 是啊 真的很難得 再加上 丹尼老師和基爾和家 我都忘了 讚一讚 這兩個集位 其實過往兩年 基爾和家 在後 早幾年已經是成名的 但是 之前我覺得 給我感覺 尤其是上過 或者前過 有些是阻滯的 但是 今季明顯看回很多 再加上丹尼老師 我想今季 是他 這麼多年以來 踢得最好的一季 其實在熱刺的進攻體系裡面 這兩個球員的助攻和助手的能力 是相當之重要的 很厲害的 尤其是他們兩個的插相 真的很機動性 加上 尤其是今年的熱刺 其實在防線上 艾迪維特和維頓漢 都是繼續保持得不錯 而且現在的熱刺 陣容彈性也很大 大家都知道 但是 有人呢 之前我見過一篇文章 就說 熱刺部署 這場比賽部署 這場比賽部署了很久 就是 那場球之後呢 就有時用一個三中堅的踢分 他這場也是三中堅 現在很流行 以奇人之道 還是奇人之道 輕超好 德甲好 很多 全部三中堅 現在是 這場球其實呢 分野就是兩大 即是兩邊的逆位對決 丹尼老師和基爾獲加 面對著對手的摩西斯和馬高斯 阿朗素 那你見到這場球呢 單計這場球其實是高低分 丹尼老師和基爾獲加 所帶出來的威脅性 是明顯高於對手的馬高斯 阿朗素和摩西斯 甚至獲加的進攻能力 令到阿朗素 其實整場球都不是很相似的 都是留在後面比較多 而且這個 如果你講一下陣勢 這件事 我覺得保持得很聰明 如果中國有一個 四字語的形容 叫做 什麼叫做 如果大家看回陣勢上 三四三 其實人數上 三個中堅 三個前鋒都很正常 對不對 但是關鍵所在就是 你三個對三個的時候 你怎樣 譬如你 我當你就算單對單都好 一個抹一個 現在關鍵所在 其實這場球 如果你看整個 也不是說 原來車友士沒有攻勢 而車友士沒有優勢 都有一段優勢 但問題就是 就是敗門那一下 你就是抹不住阿里 你就是兩球球都抹不住阿里 你就是輸這一下 這個就是強隊對決的分野 而且我覺得 十三年勝後的車路士 要在 那些人說 究竟這隊車路士有些什麼 破漏 有機會 這麼多隊強隊殺上來的呢 那由這一場球 還有 再上一場 車路士對史督城 4比2那場球 看到少許端尼亞 就是 可能用高球 或者是 砍一些的球 後上捨入 頭槌 會是車路士防守球員 比較暫時招架不住的 尤其是因為呢 最大虧虧的地方就是 車路士其中一個衝擊就是 艾斯比利古達 他的身高 和他的體型 你高球不著數 還要 如果你記得 或者看那場的輪胆打鼻 其實 阿里一放進去 他就不能錄 他就不能錄 放進去 阿里的頭槌 怎麼那麼漂亮 你想想一個中將球員 有腳 有頭 有比波 有射球 艾斯比利古達 其實不算很矮 一米七八 但問題就是 你去到那些位 你錄人的制空能力 是講timing 講錄人 以及 對方的好處 一插進來那一刻 你就錄不到 現在在第二個陸馬區 你看阿里 你很聰明 很會放進去 他在第二個陸馬區 一放進來 你就沒有了 另外 其實 東櫃轉回槍 暫時都已經走了兩個球員 米杰爾會走 澳斯卡也正式離隊 對 但是收回艾基 對 現在我想 其實我想 如果你講回車道士 其實我相信 江地都明白到 我們剛才那個問題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之後一場的捉總盃 其實就是用那些圓冥沙幾佬 其實泰利那個球 老實說 那場球 是阿曼對阿曼 阿曼 阿曼什麼 三個足堅 曼爪 高過曼爪 泰利 伊雲奴域 大哥 蘇馬也是慢的 本身 大舊但是慢的 那你不急著找一些 可以跑得 走位靈活 抹人比較靈活的球員呢 其實對車道士的 增標路途 是有點影響的 最重要的是 尼登拉基 簡直是後場多面手 雖然呢 他在班尼華福 今年就想 尤其是近一兩個月 打中堅比較多 但是其實他可以打左閘 他打左閘 因為有傳的阿曼 高斯亞朗素 原來加盟到現在 都有點帶傷上陣 所以 那一左閘 如果傷了 其實尼登拉基 可以適合到 再加上 其實尼登拉基 打防中的位置 也是可以的 所以 當然 我 覺得車道士 收回尼登拉基 是名字之選的 但是 如果你說我站在 球員的角度 或者再長遠一點的角度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尼登拉基 如果可以再留多 在班尼茅夫半季 再給他 因為其實今年 你見到他發展得很快 發展得很快 如果再有機會 因為我這樣肯定 雖然我覺得他在車路士 都一定會有上場的機會 但是 你說的次數 我敢寫包單 一定在班尼茅夫 受重用的程度 會大於在車路士受重用的程度 當然 在車路士可以跟一些 大哥跟阿泰利 跟一些簡迪 學習一下 都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 我覺得年輕球員 需要的就是 足夠的上場空間 給球員 急速發展 我也想看看 乾地 究竟 會在利用尼登拉基 上面 會分配多少上陣時間 給他 我估計 或者 如果我去盤算 乾地那盤數 其實也未嘗不可 第一 尼登拉基 正在上 球員的信心很足夠 第二 已經證明了 這個也是車路士的資產 我買了 借出去 可以 立即拿回來用 這是很聰明之舉 第一 第二 問題在於 如果你計算車路士 計算人腳上 其實他今年還好 就是他不用打勾戰 就是他不用這樣打 變成聯賽上 其實他也在慢慢緊 譬如他右邊 他在摩西斯 狀態不好 或者他在拿牌 那有機會 他是不是會把艾斯比普特 擺回右閘位置 或者右翼位置 然後把利用尼登拉基 其實給他多些機會 踢都未定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 不要介意 車迷 我真的這麼說 其實現在 乾地那把口硬 或者老實說 他也是把他的作用 擺在更衣室 其實你叫他出來 踢是沒有踢的 你看現在的超速度 怎麼踢 你那天對 那些低組別 你一人單對單 當然是推你 我不推你 太利 你幾歲 我一定推你 那些人沒有爭 一定是 一定是 對不對 一定是來的 那麼問題就是 人家已經知道你老了 你不行了 你英超 你這樣出他 你作為乾地 已經沒有出 我相信蘇馬 也未必 就是 我覺得 摩連盧 可能也喜歡蘇馬 這些 但是 乾地就一般 蘇馬 就是他喜歡 你如果看了 祖雲達斯年代 也是技術型 或者轉身快一點點的 類型 蘇馬是很勤力的 蘇馬有些 像是非爾中斯 那類型 或者是拜利 那些 而且他健壯 他的身形漂亮 但是問題 我現在覺得蘇馬 當然他年輕 他也很有前途 但是問題 究竟 因為不同的領隊 要求不同 變成 你打三刀機的時候 要求又不同 變成你要上腳 走位 或者移動 那個速度要快 那你變成 未必是乾地的那杯茶 所以艾基 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問我稱 我覺得艾基上次機會 會多蘇馬 沒錯 因為艾基也是最重要的 英格蘭球員 所以我覺得 都頗看好他 另外就是 見到 車路士 你說接下來下半季 有一個優勢 其實和你進步一樣 就是沒有勾戰 沒有勾戰所顧慮 還有 這場球有些 九位球員都見到 例如巴舒亞爾 真的有正選打 也都不過不失的 有一個助光 但是略嫌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趕 即是急於表現自己 覺得 已經進入了球球 是 有一兩下的chance 我覺得比較獨勝 但是 都沒有了口飛爺 就是我覺得 他是很急於想證明 給江地看 我是值得有多些想證的機會 反而 柏道越打越好 就是你看到柏道 是完全 江地揮下 他是發揮得很好 就是當然 他其實去年也打得不差的了 就是雖然他自己過來之後 但是問題 現在今年是上了力 入了局的了 江地也說到 不會再球員去中超 即是要走 那兩個已經走了 你們不用想了 這樣 那麼 英超 如果說到前列那六隊 大概是這樣 及後的愛華頓 第七 西波浪越打也好 以及班列茅夫 其實 中游其實都很亂的 可以在一兩場球之下 下面那些又慢慢追上來 但是現在最 尼觸心的我們都說 一定是後城的 不用說的 查了教練 史雲斯就換了領隊 那究竟 又要衝一衝起 贏回場 對,玩一下奇聞志 但是 但是究竟這個 就是衝一衝起 對場遠有沒有幫助呢 不敢說 所以今年的 互給形勢 都幾亂的 還有找到大Sam回來的水晶弓 似乎 這兩三場 還沒有太大的好轉 但是李英 說真的 最後五隊球 現在米魯士寶 水晶弓 新帝蘭史雷斯 後城 其實人的最好 一定是水晶弓的 我自己認為 所以 水晶弓好看大Sam 可不可以用他的風格 我也是那一句 大Sam是他的呼吸專家 第二 他最重要是對同級球隊贏 他贏不到 他會拿不到分 阿仙奴那些沒問題 最重要是對同級球隊贏 或者拿到分 而且現在的球員都適合他 看見譬如 賓迪基這些都適合他 艾達斯心水 用這些頭鎚 轟炸力強的球員 再加上 韋斐特沙下 沙下 打非洲國家盃 因為這個星期六會開 但是英姊也是重災區 僅持於法甲 三十多個球員 是去了非洲國家盃 沒錯 我的愛隊 阿仙奴 基本上是沒有影響 除了喊你來 我忘記了 就是喊你來代表 埃及 去打非洲國家盃 因為幸好 叫萬恨中之大行 就是利入利亞 今年是正錯都進不了 所以你看到 車路士摩西斯 都不用去離隊 甚至有些 中下游 有些利入利亞的球員 都可以留在這裡 繼續踢 所以這個 都叫做不恨中之大行 當然你說影響最深的 其中一個一定是首推利物浦 沒什麼問題 最糟糕的 都說沒辦法 但是要面對現實 看看阿浦這個禮拜 對曼聯是怎麼踢 也說一下西甲 西甲開番羅 都挺精彩的 王甲馬德里 繼續大勇 但今季已經是39場不敗了 還有營一錄最好的禮物給大家 就是捧了個細冠杯 雖然有些肉酸 有些尷尬 有些尷尬 但是呢 接著那些什麼 世界足球先生 勾足球先生 又分家了 那都是私浪的 不用說了 那就是私浪拿 那關鍵就是 其實 剛剛開發西班牙杯的時候 接著就引發兩件事 有一件事 其實巴塞方面 就很不滿 就說 王甲馬德里 就經常受到 求證的捐固 財魂的捐固 所以他贏西維爾那場 其實也贏得不光彩 有十二馬 又不判 我們那些 又有十二馬 又不判 接著我們就這樣 然後輸了給北尼包 幸好昨晚呢 就憑著MSN 一人進一球 就反擊對手 我就沒有什麼留意 王甲馬這陣子的比賽 但是 巴塞我也有關注一下 始終都在那裡讀過半年 對 這陣子的球證也很搞笑 就是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過往其實巴塞也受過球證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只看這幾場球 就很奇怪 就是每一場都硬是有些不利的判決 是對巴塞有影響的 甚至你看看這場 還是三比一也好 其實上半場 巴塞有一個很大的 入球chance 其實沒有月位 是 彭聖又說月位 我那個球只是 尼馬 尼馬再傳給蘇格雷斯很漂亮 是啊 那個球其實沒有月位 但是球聖又出了月位 接著 有一兩下 其實對手 拉下來 又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淘汰 就是 這陣子有點奇怪 球聖對於 就是 打賽 其實那場主場 就是西華盃 比爾巴塞贏 也贏得很驚險 因為他有兩個紅牌 而那場球 最終其實是輸一比二 不過其實有一兩個球 是很關鍵的 踢人 杜利斯應該有紅牌 你應該要 接著尼馬的球譜 很明顯被人 撞下了 又沒有十二馬 那就搞到 真的很生氣 所以巴塞完場之後 阿碧基簡直是 向著看台指 有人就說 他指著 西甲的 官員主席 罵他 但是 也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還有 天年到後期的 西日中豪先生選舉 為什麼他們 入選 最佳11人的 都不去呢 就是說 其實他們是指著 其中一個副主席 就罵他 說他補據球員不力 補據球隊的利益不力 你不出聲的 你不出聲的 你球證對我們 不公你不出聲的 所以就在 就是 回到練習的途中 就幾個決定 都說 我不去了 我們四個都不去了 那麼 講起西甲主席 為什麼有傳就是碧基指著他來罵呢? 就是因為西甲主席 其實講到外面 之前曾經在公開場合 就講過 檸檬也說是 檸檬也說是 是 其實西甲主席 已經講過 是不喜歡巴賽的方式 我是支持皇馬 他講過 很公開地表達了支持皇馬的立場 其實是不可以的 你真的不可以的 其實這件事是不可以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最好就是公道一點 當然巴賽方面給出來的 官方原因 當然不會說不妥誰 所以不去 當然就是說 因為要留力 因為首回合 不是贏的5比0 首回合輸了2比1 那一場球呢 其實就是在頒獎典禮之後 那一天就會踢的 所以就要 鍾偉儀也說 他作為一個半個皇馬 他也說 賽會有偏方皇馬 他有沒有偏方皇馬 是一回事 他吹死巴賽 對 他吹死巴賽 這幾場呢 都幾 因為那一場對維拉利爾 其實巴賽真的很幸運 拿回一份 其實也是 又是有些 比如有些五十五十的球 他喊吹巴賽 他不吹維拉利爾 這個確實是有存在的 不過這陣子 打夠巴賽的 就當是美斯 在十三天之內 進入了三個很漂亮的佛球 就是現在美斯 佛球王 再加上 譬如說回今場 次回合對北尼巴亞比賽 這陣子 我看看 尼瑪之前 都受過一些巴賽球迷壞 其實大家不要經常留意尼瑪 那個不入球的時間 就是他累積到一千零二十三分鐘 終於入球了 但問題是你看他的作用 現在真的很可怕 他的一個左路 他現在是巴賽 現在你留意到巴賽 因為以往很流行 右路有丹尼爾維斯 其實右路是很強的 但現在右路 反而是沒有以前那麼強 但是尼瑪是主要了一個進攻命脈的 你留意到 因為其實他很多時候 帶球進去 他又看得到索羅雷斯 看得到美斯在那邊 這場球 對北尼巴亞 索羅雷斯進入第一個球 又是他看到索羅雷斯 對不對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忽略他的助攻能力 就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尼瑪的作用 當然我當然想他多進球 好一點 但問題就是他其實他的作用不止於此 那麼 那美斯也要改變他的作用 即是他的作用 或者他的踢法 他不可能每次都一個扭四五個 現在這樣的年代 第一他的自己的體能 狀態 第二 每個人都拼他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現在巴塞是難踢的 MSN也 每個人都誓的 每個人都落腳 很難 尼瑪的場場被人踢到 簡直是離譜 沒錯 所以就是 不過這場球看到巴塞 那個 要 就是那個決心是在這裡 也是這場球贏球的 其中一個主因 他就激到巴塞 你為了你以為 你手出來彈 鎖了個球 你也不吹 這樣 是啊 好像自由龍 那些人笑 有兩球手球沒有吹 我當你吹回巴塞 馬斯柴路一球 你也起碼有一球 就是 對方有兩球沒有吹 只剩下一球出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三場 就是如果計算那個吹 好像Tiger說的 200%手球 整個球就是躺在地上 然後把他的手這樣振出來 然後攔完那個球 飛到龍後面 美斯龍 怎麼搞的 你也不給手球 這樣 所以呢 我覺得真的 近期對巴塞有不利 但是對黃馬來講 黃馬話之理 你們不不不理 我理得你 三十九場不敗 然後呢 阿斯洛拿了什麼獎 然後呢 最威風的那一刻 西甲贏那一場球 五比零對加勒達 叫了那些奧運 Raymond Copper 就是法國的名將 五百年世界盃名將 然後叫馬朗拿到 廢高全部 群星拱照 賀斯朗 大哥 不過說起又說 又搞了一堆東西出來 奧運呢 真是 講話很心心 爸爸 他真是 其實呢 日本球迷呢 有很多反應都會給我聽 其實我不是 爭他踢萬鸟 是爭他把嘴 不收口 臭到媽媽 是的 無緣無故 又 又 找了一張 大家一起入鏡的照片 就說 哇 阿朗拿到現在肥了這麼多 就引起阿朗拿到不滿 反擊 爲什麽你要在意我的體重呢 就是我的體重 跟你有何關係呢 一個人 最重要的要有仁慈的內心 亦都 他是不是想在阿朗拿到千句 我拿多少金球 我進了多少球 你都在哪裏 你現在這樣 我拿世界盃 大家一起踢王馬 你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要玩鞋子 真的 對 那羅馬圖卡路士 亦都有反擊這個奧運 所以呢 奧運 建議你們 不要再說那麼多 不過王馬這陣子 真的很順 就是 一直都想過 會不會拿完小罐盃之後 那些球員 你也知道 玩得多 又休息了一輪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去吹起 但是 看過這兩場的表現 應該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走樣 因為王馬現在 有個好氣氛 我覺得 斯丹處理得好 就是說 有個球員之間的競爭 現在最好就是 比如說 盧卡斯和華斯基斯 斯丹就 論功行想 論狀態出人 當你莫拉達好的時候 我就出去莫拉達 當 華斯基斯OK的時候 出華斯基斯 阿薪斯OK 我就出阿薪斯OK 就出阿薪斯OK 你出狀態 我就出你 所以 我想斯丹是很公運 它起碼令到 你們會競爭 你們會競爭 你們是 你看看 好像商業復章的模特兒 你看看 幾位俄波 俄波都不得了 所以其實王馬現在的 內部競爭 或者內部氣氛 是相當不錯的 今年 個人 暫時看上去 相對上 比較沒有原點 或者差距比較大 你看到 往兩三年 巴塞 王馬 馬體會 三車齊區 並駕 去到最後一輪 可能最後兩輪 才知道冠軍誰屬 但 今年 王馬 暫時 是高了 又沒有去到半班 高了三分一班 巴塞和馬體會 尤其是馬體會 今年在聯賽的表現 水準是沒有那麼穩定的 甚至之前那場 其實是贏伊巴 其實都看得很一般的 上半場被人禁止來攻 下半場是靠質素 其實靠質素 和對方出錯 你只能夠說 還有我自己也覺得是 今年 你現在王馬打小場 那你又要靠這個禮拜 看看西維爾對著他 有沒有機會 搞一搞他 西維爾現在 不發不發 其實是第二位 所以其實西維爾若然 如果這一星期能夠在聯賽 搞一搞黃馬 那令到緊湊一點 就好看一點 是啊 所以現在 因為其實今晚 深夜 他們要對西班牙杯第二回合 那 深厚來說 你要很現實跟我說 我當然想贏西班牙杯這一場 因為起碼就晉級了 就是向著錦標晉級 但是不現實 因為算是0比3 但問題就是 禮拜天那一場 他覺得是生死戰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是對的 但是真的 老實說 我都感覺上 黃馬現在這群球 因為信心太強了 就是他這三年 也都拿了兩屆的歐冠 加上現在施朗簽 最難的就是 阿施朗安定了 安定了 簽終身合約 因為其實黃馬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實原來都分很多 很多層 就是很多層的 法國邦就是法國邦 葡萄牙 本地邦 西班牙有一堆 然後葡萄牙一堆 然後巴西有一堆 然後其他的小眾 有分什麼 佩雷斯派 還有分總經理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的黃馬 就還好這些 個別例子 例如巴爾就沒有埋堆 巴爾說明好 現在都不想說西班牙 但是他都得到 球員之間的尊重 和OK 變了其實這件事 其實都說來講 以往黃馬之不好 其實以前不好嗎 一樣人腳很好 但是那個庚伊斯瑪很煩 那庚伊斯瑪很煩 那庚伊斯瑪很煩 就搞到你憎我 我爭 大家互相交心鬥角 以前一樣好人腳 但是有幾年成績很差 但是問題是 今年或者這兩年 我覺得 斯丹解決了 可能他自己也是過內人 他明白 那時候不群星 我也是群星 大哥 我喜歡斯朗 當然大家都知道斯朗是一個 比較有個性性的 斯朗都說 他一定說 我私人地 我其實是未必跟他們很接近的 但是我就很職業的 是啊 總之職業一落到場 所有事情都去做足了 當然了 你說到跟美斯相比 他在隊裡的手段 他跟 他跟 我覺得是一個最熟的 那個叫做馬歇路 他應該是最好朋友 對 可能比比也熟 比比和馬歇路 另外就說到 黃馬近年對強隊不算好 今季也是 但是 今季看回 如果上半季對著一些強隊 其實都OK的 尤其是作客 叫做 輸給巴塞的情況之下 追回1比1 另外 對馬體會也意外地 其實3比0是贏的 有沒有記錯 那場 所以今季 暫時帶來的原因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對著巴塞和馬體會 上半季 我記得好像 兩場都是作客 都不用輸的 你不要說 你說的 如果你說的這件事情 司長雖然說 他私底下跟球員 其他隊友不太靠 但是有些可能 你們畫面看不到的事情 就是 他起 不是有一場休息的 西班牙杯 那場贏三比你 西圍儀那場是不用他出的 這個小子 是會做的 他簡直是站在跟衣室 就是那個門口 逐個走出來 又擁破 又打擊掌 又成熟 他成熟了 人同幾次精神爽 他確實是成熟了 我都說他做了爸爸之後 他成熟了 以前好像小孩子一樣 鬥氣 今時今日鬥什麼 你和美斯 都是並駕齊區 五個金球四個金球就差很遠 給個例子 兒子又有 女兒有很多 或者有新那個 錢有很多 你鬥什麼 歐冠你近三年計 你比巴塞更厲害 有時候人的心態變了 或者跟隊友之間 你以前看不懂 那時候贏了球 進不了球 五比零 臉都黑了 全村人得罪了 那你這些就不好 你沒有隊長 或是領袖的方法 但我相信現在 他現在是年紀 你都三十一歲 看快 我覺得當他能夠擊敗美斯 拿到金球獎之後 那個人都有點 心結解了 真的 我也是解了 以前 後來記得 有一兩年 就仍然拍到後台 又跟他兒子玩 又搭薄球 聊聊天 又拍到大腿 以前 你傻傻傻 看見你也免得 打招呼 走去吧 但是 你已經解套了心結 那你要什麼鬥 鬥什麼鬼 大家到達 整個世界的頂峰 只有你兩個 你鬥什麼 就算是蠢 是不是 被他殺死 他又如何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去到那些位置 其實你什麼都得到的時候 其實 差什麼 所以 我覺得他是變了 這個模範 加上現在招終身合約 大佬 錢就太挑靶了 賺助就差不多一億 一年都 就是美加歐羅 大佬 所以 在這個思朗的角度來講 當然 個人榮譽也很重要 其實他也不單止一次 沒有掩飾過自己 對個人榮譽的追求 那這個也是他的優點 如果你沒有這種渴球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個這麼討厭 聖意欲這麼強的球員 其實 他有點像 籃球界的高比 高比 高比 是一個很 Kobe 某程度上 Bron James 其實也很討厭 這類型的球員是很搞笑的 你喜歡他就很喜歡他 你爭他 就很爭他 很多時候都很兩極快 沒錯 那自己講到 就是 詹斯納迪古斯 會不會走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他不走的 老實說 問題就是 他的這個年紀 他已經到了世界頂峰 到了黃馬 我為什麼要走 我都沒有證明到自己 如果我現在因為錢 而走到中超 我告訴你 我是看不起這個球員 我真的很看不起這個球員 如果他因為 對 出了1億英鎊 或1億歐羅 給他轉換費 然後他走 然後他選走 我是看不起他的 其實 劉隊的機會似乎大些 但今天也有一些西班牙小島消息 就說 有機會萬聯想豪購他 但是 看回萬聯裡面 和他相同作用的球員 其實已經有 米希達欣 馬達 甚至普巴等等 要多一個 擺多一個尖士樓的股市 似乎是一個 很頭痛的 其實我反而覺得 他最大的機會是去巴黎聖人門 就是 如果我經常都說 巴黎聖人門現在是欠了一個星 就是 不是好球的人 沒有啊 卡雲尼沒有球 迪馬利亞沒有球 那些不好球 但是他走了一個尖士樓 他沒有了一個星 當初 巴黎聖人門 經常叫斯朗 想叫斯朗就是這樣 他沒有一個星 去圍繞 圍繞一個星 去見對球 我覺得反而 巴黎聖人門又 出低錢 巴黎聖人門 如果現在歐洲 現在世界上 他的檔次都是頭十 十代以內 絕對是 所以 不失禮 反而他去巴黎聖人門 我又覺得 無論錢角度 無論那個 爭逐角度 我覺得他又OK 這件事 如果你說他這麼敢的環境 去中超 我真的看不起他 沒錯 那儘管看看他會不會 留在皇馬 證明自己 還有這兩場球 都多了很多的上陣機會 叫做把握一些 可能受傷 或者是 輪緩 還有這些好看他的鬥志 就是球員 那個心裡睡不睡 你明白嗎 就是 我死不睡 我一定要爭正選 我一定要贏 我一定要入球 我一定要拿正選回來 那就是 要看他的鬥心 鬥心 強不強 因為其實你只能夠 用表現 去說服領隊 你不會說 我跟斯坦朋友 或者 我老鄉 舉個例子 他會出來 不是啦 斯坦不是這樣的人 沒錯 至於西甲今年 第二集團的競爭 都很激烈 譬如維拉里爾 王家蘇斯達 王家蘇斯達很奇怪 這班球員 你會留意 一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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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季好 今季好 前季好 所以王家蘇斯達比較飄把 筆爾包也比較好 筆爾包也比較好 還有最驚喜球隊 應該就是 拉斯彭馬斯 這隊球員 沒錯 拉斯彭馬斯 嚴格上來說 是屬於摩洛 即是在摩洛哥 摩洛哥那邊 反而近摩洛哥 比西班牙 沒錯 至於令人失望的頭隊 一定就是華倫西亞 事關換完領隊 柏蘭迪利 教完一輪都發現不對路 柏蘭迪利 跳船 對 跳船 都不是路 想想這班球 其實你說的這件事 根本巴塞的危機 我想說完 我漏了巴塞危機 你想想 許日嬸 雙書 他真的買了兩個 厲害的主力 一個安迪高美斯 一個阿卡斯亞 完全都不適合 然後你就廢了兩個 自己拿幾千萬出來 用來擺 差不多兩個人 差不多五千萬英鎊 是吧 巴塞現在的買人 真的很可怕 我也不知道買來做什麼 為買而買 好像去年 買兩個 一個阿里斯維道 阿里斯維道 現在都不適合 現在可能就借走 或者買走 阿里斯維道 勉強 OK 融入到 巴塞近年 十年八才買的人 完全不適合 加上還有一個問題 我也有人私下問過我 巴塞留意到 如果大家留意到 其實他的難處在哪裏 現在的安迪基 必定被 郭迪奧留 或者列卡特 當年頭痛 為甚麼 拉馬西亞好的苗子 是沒有的 還是沒有的 原因不是真的沒有 我沒有機會 如果迪奧魯菲奧離開 神祖年輕人離開 太老 這些全部離開 是不會留在那裏的 初陀歲月 MSN在前面 你看 柏道離開之後 不是另一個天中 另一個世界 但是今季唯一有兩個 叫做OK的 沙子和羅伯圖 沙子和羅伯圖 還有拉芬娜 這陣子多了上陣機會 剛剛那場其實也是正選 在國安會 拉芬娜 其實我覺得他OK 但問題就是 來巴塞會多重 因為始終印尼斯特年年紀大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其他 那些位置 尤其是打前面那一班 全部離開 因為MSN已經佔據著 不可取代的位置 最慘的是 你看到一些例子 過走了 天空多闊 哇 山齊士現在在阿仙奴 哇 神敢拜 他又有機會發揮 喱氣勵 喱氣勵 但是其實 站在巴塞的立場 其實真的很尷尬 你想一下 MSN前面 是鐵膽來的 是啊 那你做得到他的 後備 當然譬如山齊士 當你這麼有實力的時候 其實山齊士本身是一個很實力的球員 你是怎麼說 你不會長期甘心 屈居於打後備 以我的質素 說真的 我去到阿仙奴 我去到萬聯 我去到車路士 你看阿柏道去到車路士 還有正選打 就經常有球進去 多開心多快樂 對不對 很多一走了之後 你看 保贊卻機智 其實 巴塞都面對系列 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前線太強勁了 那變成他的後備 那些好的球員 一定不肯做後備 那變成 就要再找一些 惡性循環就是這裡 對 所以做巴塞領隊 當然我覺得 安利基現在邪宜 有消息說 就是他應該做了 今季不做了 但是問題就是 做巴塞領隊 他難做的地方 就是他一定要權衡 其實MSN的問題就是 根本安利基 沒有壓力 叫他們不要踢正選 就是 喂 你休息一下吧 和實力的角度上 那MSN的確是 和確實 現在巴塞有一件事 最大的漏幣是怎樣呢 如果你有以前 一來有跟開 譬如哥迪華年代 或者你 阿里卡拉年代 等等 那些年代 他真的出半臂 他出半力 他也夠贏的嘛 他真是勢勢不出 他把造詩生造詩 打個美斯 打個D到O 中場E 抵高 他已經夠拼了 伊斯基路 以前什麼鼓勵 伊斯基路夠拼 大哥 你現在不夠拼 你出副選 你不夠拼 那你的主力 休息又不是 不休息又不是 那就不要休息了 你又沒有牙力 叫美斯去休息 你到時球隊輸了 他就臉黑 或者贏不了 你現在最慘 因為我的結論就是 安力基確實有一件事 他的戰術能力是太差了 他既戰術能力 他排的陣式 不是只有他 我和你排的七 那些賽不是排的一樣 他就要去433 最慘是他換進去的人 那些人 沒有變化 別人以前 哥迪奧納換人 換了一個 加強右路 你加強右路 丹利亞瑞斯 推上去 或者你打三後衛 你轉 或者兩個後衛 都二,四,四 都推上去 你怎麼沒有 你去到433 同樣位置換人 有一場波 真的看了火力 丹利斯 丹利斯 換進去 換了安力高尼斯 換進去 就是這樣 那你的戰術有什麼變化呢 我想請問 你去靠MSN 靠中場印尼斯特 去給他一個直線 那你靠印尼斯特 靠了多少年呢 我想請問 所以其實 你說我說也可以 安力高尼斯 這屆不教 是巴塞之福 真的 確實他的技戰術 是未夠了道的 那年的歐冠 絕對是MSN爆發 其實那年 日本超過一百個波 是吧 你想不拿都難 連賽也有歐冠 是吧 是啊 坊間講到的傳聞 似乎是朗路高雲 這個也是下一個 剛剛教的 很剛剛教的 巴塞的前荷蘭名宿 現在教了奧瑞頓的位置 也是大熱人選 不過最近問到他 當然說現階段 沒有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 是 但是我不相信 當巴塞 向他伸出橄欖枝的時候 你教不教我 我前面拿著MSN 我老虎都教了 還有那些後防線呢 你安力機執行不行 你想想 整天的鑑操 就把馬斯撒冷套 頂一下後防線 好像昨天那場球 幾問水 筆耳包作下 一個頭鎚 又被人知道 分一比二 你若然不是美斷 美施入各個球 你最終哪隊最及都不知道 沒錯 所以其實 講一講 你巴塞其實是自己很有問題 除了那些什麼 裁判問題 講一講這個 亞洲足球雜誌 講一下中超 還有 剛剛舉行 之前舉行了散港杯 其實最終香港輸了 不過我也是那句 不過算了 我說太多就口臭了 那些小將是有機會踢 踢得不錯 踢得好 而且踢得好 而且是有活力 有朝氣 有鬥心 但是問題就是 你香港的政策如何呢 你跟著之後 那些代表隊 你會給他上陣呢 你會給他入選呢 有一天到下 用那些入籍兵 甚至坊間都講到 以這個 猜球的角度來講 其實 你見到散港杯 一班講到小小 那些年輕人 陳俊諾 尤其是陳俊諾 影響力最大 你看到一次回合 上半場是1比0 跟著陳俊諾 因為被人踢傷了 跟著被迫下場 自此之後呢 港隊就沒有一個 叫做 像樣的攻勢 所以陳俊諾 以及前面一些小將 我覺得 他們那個配合 是相當之不錯的 不是啊 整個問題就是這樣 香港足球 或者你中國人 搞的足球就是 你永遠 寧願信一個35歲的人 一個32、33歲的人 你不會給一些機會 小孩子 其實如果你是要 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小 combining 你們大 fet合為賽 你們一開始就打算 先跟中國 卡塔爾 抗衡 tar cool 那已經結束了 那這35歲的 一識沒將來 你想打了幾歲 40歲 那考慮你現在 yarn 你的政策 你就要想 你不是全部培養 不是完全 完全一點都不要 留下幾個還當打 還有未來和還能撐到球隊的 然後中生代 即是二十五六歲那些人 又留了一批 然後就侵那天 那些年齡結構要很合理 人家就算你看看亞洲十二強 你看人家卡塔爾、亞聯誘 那些日本全部都是這樣 不是說一個老將都不要 要有幾個有用的留在這裏 接著就要 二十六七、二十五六、二十七八 全部要 接著有些年輕人 二十二、二十、二十 就是這樣嘛 不要踢就不要緊 照進選 照根操 為未來鋪路 你會這樣做嗎 你就看下一次香港隊選人是怎麼選的 Tim Sir賽後就當然 對小象就站不住頭 亦都說他們接下來 有機會入選 還有我覺得 實際上來說 他們都真的應該入選 說實際上 麥基也是另一個經常入選 但是說實際上 麥基的技術 基本上是零 除了很勤力之外 他在組織方面 完全是做不到任何事情 當然 Tim Sir那種 亦都引生了兩個問題 Tim Sir是很熱血 帶了你這班波 整個士氣 但是無可否認 就是他在戰術角度裡面 其實 你叫他玩猜球嗎 說實際上 我又不覺得他會崇尚猜球 這類型 你知不知道 Marcus 行內說 我又不開名了 行內有些人 點評 Tim Sir 嘩 Tim Sir呢 是絕對一個超級好的體能訓練員 教練 嘩 他可以做兩個小時 兩個多小時 體能 不同款式 不會悶 又很有益 很有利 但是問題 他不是一個好的技戰術教練 其實我在想 港隊 他從來都是一個 體能訓練教練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想 會不會其實 港隊可以考慮下一個 比較少見的做法 雙教練制度 就是 Tim Sir 喂 熱血大班波 在體能 體力 或者是練這個 training 這個physical方面 當然是top class 無可否認 看見很薄 球員的體能 明顯比以前 改善了很多 但是同時 會不會可以引入一個 專門是練戰術 練走位 或者是練練隔檔的教練 這樣 並駕齊驅 有沒有在想 不要這樣說 香港 捉獎他們自己想 我們認識鐵 凌鵬說得對 喂 不要說跑不跑 先 麥基尼射球 你就找年輕人跟他射 十球 單刀太 他這單刀球 簡直得人害怕 得人害怕 對不對 根本就是浪費氣 其實 阿威英聰說得對 這次廖俊輝 教得很好 因為我經常說 不要你贏輸 教得你自己打成怎樣 對吧 我也說廣隊 第一 本身這班人 不要介意我 跟我們年輕人看的 廣東已經不是那些廣東 那些質素 那些鬥志 那些硬正程度 已經欠天共地了 第二 就是 這班人更怕 你不要弄傷 大家不要傷 開櫃中甲中超 一箱 嘩 大家不見錢 他都沒有心踢的 老實說 贏當然好 但是他不會跟你拼命 那問題就是 我都經常說 這些意義的比賽 不是沒有意義的 你出年輕人就好 但是下一步又怎樣 你既然覺得 看到希望 他們多好 或者有幾個球員 是不是下一次 講到集訓你 又見不見到他在名單上 這個大家就會知道 真的 是真的 是吧 那檸檬說 對 我說 贏輸不是最重要 對不對 你這些球員贏不贏 有什麼所謂 老實說 最重要是看到你 可能有一批新的人出來 還有你代表隊 還有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要入籍兵 他來得七年 除非他真的二十、二十、二十歲 他不是通常都過三次的 你踢了多少年 你覺得他可以代表香港 不是 你說個別位置 喂 不是 中堅沒有人 找一個法徒師 喂 如果你說法徒師 我也要啊 法徒師這樣的表現 這樣的鬥志 三十五我照要啊 羅素剛剛去馬來西亞 但是他已經是有了 入選廣隊的資格 羅素這些球員 我也覺得最需要 這些 我就要啊 如果幫到球隊的 外援或入籍兵 最重要是你幫不幫到球隊嘛 不是你像打機一樣 你整隊一定是黑皮膚 一定是全部鬼佬 就 柯卜屁也比較香 對嗎 對嗎 那你就會稱霸 武林啊 你會稱霸球壇 不要玩啊 好了 我們不講這個 講中超 中超最近呢 我想大家在比較沉悶的 得應超快車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著 哇 有什麼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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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那麼多意外呢 我知道就是 恆大就應該簽了一個 韓國 都叫做老將 老將 是金鏗日 就取代了這個 其實他也是頂啊 金英權的 而已 而且他也是簽半年而已 就是他看下半季 如果可能 金英權OK的 出來他又踢 金英權就是這樣 所以很怪簽人 那今年恆大 大家會很擔憂 尤其是恆大球迷 糟糕了 對對都這樣簽 你看上一上 說魚狼似虎 奧斯卡又來 有時候 以不變應萬變 才是最好的方法 對不對 不是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你說 是不是 對對要這樣的政策的時候 或者要這樣的 簽人策略 就代表你也要這樣呢 所以恆大本身 六連貫 就是在這個聯賽六連霸 已經奠定了一個基石在這裡 就是本身球隊 由納比 由李章珠 跟著納比 跟著及後一短暫的 簡南華路 到現在小拉尼 其實走出來的根底 已經很深厚 無論是不同教練 不同戰術 也好 其實現在的外援 很差嗎 高拉特 包括MVP 都是邊緣 巴西國家隊 寶蓮奴 現在巴西正印中場 我想 因為球迷想要新鮮感 但是其實 你看回現在 你自己的球員 其實都 實力一點 不會差 你那個人 怎麼會坐桌 真正這樣 彈中 叫別人來 球隊要默契 要他適不適應 是吧 而且 如果在我的立場上 當然 上海上港這樣做 我不會怪上海上港 我也不會覺得 上海新方做 或者等等 球隊 初期這樣做是正常 因為他已經看到 恆大的毛板 以前 哇 他突然間一請幾個厲害的外援回來 帶起了整隊球 然後 令到 那隊球的形象 企業的形象 又漂亮了這麼多 老闆又出名了 因為 這樣的原因 我又不怪上海上港 我也不會怪江蘇蘇寧這些 因為他看到 恆大這個先驅 教曉了 整天見報 電視又見到你 然後 贏波 又有公佈 可能有很多新聞報道 甚至 哇 你打到連 阿多竹葉 然後世界也有報道你 巴西也有報道你 但是問題 恆大已經不是 恆大走那一步 已經是前了三四步了 大哥 他有沒有需要 好像當日那樣 我跟阿空卡講 阿空卡講回頭 他說 當阿劉映出來 拿了一張支票來 他說 你自己填 他一定說到 他必簽他 一定要簽他回去 否則簽不到他 他就交代不了 差不多喝他太甜 那我怎麼拒絕他呢 其實我拒絕不到他 那恆大是不是還需要這樣呢 其實 還有 去年 大家都挺猶新 現在的J馬 就是馬天尼斯 去年 我感覺上 是為了簽而簽的 就是你的 球迷在那裡 阿之阿捉 吵圈巴閉 他說 搞錯啊 不簽啊 人家那個簽了幾千萬 泰斯娜 這個拉米尼斯 那搞得 都說不是啊 文迪斯幫我弄個 文迪斯很聰明 在馬體會 弄個馬天尼斯 給你們碰的 那你不對 那你這四千萬 四千幾萬已經爬了湯了 大哥 四千幾萬 大哥 那你已經爬了湯的時候 你還來這些東西嗎 你去年還不騙了東西嗎 大哥 就是我覺得 當然 好像馬天尼斯說的 球迷心態上 主觀圓面上 喜歡新鮮感 喜歡 你看 那個蘇寧又簽 那邊又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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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又四十萬望周身 那個又說 原來 全世界最貴他 迪斯 那就是人地還人地 那你要看回恆大的建設 我反而現在 我關注廣州、恆大 就是華人班底的承接 鄭志還打了幾年呢 或者還可以正選場場 打了幾場呢 那究竟那些集委球員 譬如一有受傷 好像上季那樣 左閘受傷 其實已經很好 我覺得已經很多球員 可以頂上了 譬如 我覺得近年 恆大打了 譬如歷生 可以多些用 和尚圓可以多些用 等等 即是你已經有一些球員 是應該 你應該是 在華將 那個班底的建造 那裡去關注 還有那個影響力 是經常出來的 即是 你當初你簽外援的原因 都是間接想帶起一些 本地球員的水準 或者是令我清訓 即是 說真的 你再拉長遠一點 其實 我覺得簽這些聲明的作用是什麼呢 給這些中國的 大家都知道傳統的 就是香港中國的 老爸老母 真的覺得 踢球沒有前途的 浪費 讀書 但現在 當你見到你兒子在踢球 你見到你踢恆大的青年隊 然後你看一下你的球 喂 幾點 又上了 又簽了很多國際球星 多威 現在是威的 我走到恆大 出一輸多威 大哥 我是球員 將來我的兒子 跟他們踢球出去 多威 令到 肯多一些 這些年輕一輩的 年輕人 從小到大 即是 有目標 有願景 即是 令到將來的道路 是光明的 那就肯向兒子去踢球 我覺得在這方面 其實有成效 不可以忽視 而且當然 如果你計算 你簽這些球員 或者這些外籍教練 其實都是球隊的建造 當然有人說 喂 怎麼瘋了 40萬英鎊 那我又反過來想 你又反過來想 你中超是什麼聯賽線 你不要覺得中超很大 為什麼中超 在我立場上 除了恆大之外 恆大極其量 都是英冠的水準 可以勉強到英冠的水準 剛剛講起這件事 想說這件新聞 話說 比利是珍特 就跟嚴邊庫德 踢那場友誼賽 然後就贏11比0 然後珍特的教練就說 有一對中教 還有一對中超就找我們 我們最後就選了中超那一對 但是他說 踢完這場球 覺得他連比利是丙組聯賽的水平都沒有 他說那些人很慢 不懂得動 他說 在我立場上 其餘的球隊 都是英甲水準 當然 你不能夠說 不是 肥收 有奧斯卡 有拉米雷斯 有阿謝雲露 你不要計算升 你先去整體實力的問題 我都說去年天權健 走去巴西集訓 露審虎高校的時候 對著對巴餅 被巴餅玩到檸檬 真的檸檬 好像你一樣 你知不知道 沒得打的 問題是整隊球 不要計算外援 因為外援已經是超班了 簡直是華將的問題 整隊球的水準 不是只有那三個 那四個外援 現在問題是 你現在 你要提升整隊球 或者整個聯賽 你必須要請外國外籍教練 你必須要請很高質的外援 現在因為中超 老實說 我們 或者中國人 立場上 很厲害 中超市值很高 很多人看 很熱烈 但是在外國人眼中 或者歐洲 南美人眼中 你是什麼 那你要去過來 第一 你是不是要出很高很高的價錢 就是要去過來 對 第二 大家都明白到近年 中國 不要說足球 中國的環境 你都明白到 那些新聞 是報憂不報喜的 哇 那些食物又加 那些油又混油 那些霧霧又多 那你要去奧斯卡去林 你這個廢話 我要去給三年霧霧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 就是 甚至他好一點 他跟迪威斯那些 去上海 北京國安 不是 北京 不是 北京都叫做大城市 有一些球隊 其實那些地方 當然 就是 在他的立場上 歐洲很多球 其實地方都很落後 或者很簡樸 的 但是問題是 在他們眼中 一些落後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是哪裡 我都不知道是否適應 那些人我又不知道 是否習慣 環境也不知道是否習慣 她的犧牲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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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犧牲家庭 有些球員可能會考慮是這樣的 你要離開別井 要我老婆離開別井 你犧牲很大 那你就要 金錢上 利益上的保障 那變成了 外籍教練 團隊 全部都是因為錢 不要玩 因為中國 程義傑 因為中超程義傑 我要幫你發展足球 不要玩 這個世界沒有這件事 加上大家都知道 中國 對於這些人才 球員 而是球員 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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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四倍人工,他现在四倍人工 好像是五百万和二千万 对啊,那他怎么选择呢? 他一定相当,就是祖安娜斯一年前 一边布住,跟他接触了一年 就算这个招本窗搞不定 等你完约就搞定 你怎么知道,你中超队为一个半年的 剩下半年的球员,愿意出到二千万,再加二千万年薪 那没有东西可以说 那外申连都卖给你了 你弄完猴黑,这么好找 后来当年加盟后 他还有赚的,打一个和有赚的 接着这个位数也有赚的,我当然会卖 但是当年以为自己已经够闊着了 谁知道现在一个屈美十还有钱赚的 所以就说这个世界会变成了 所以大家也要考量这件事情 其实球员为钱也很正常 奥斯卡,大概七万英镑 在车路市,他现在四十万了 他是多少倍啊 你现在想想多少倍啊 五、六倍的工资啊 所以其实都没有说话说的了 那好吧,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